在炎炎夏日的一场冰雪派对上 冰雪女王从升降梯缓缓升起 原本她应该高调亮相 观众却看到她进入止水一动不动 走近一看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腹部被刺穿鲜血直流 凉凉的冰雪世界发生了凉凉事件 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 不久后探员感到不惊感叹 在灼热盛下居然能有如此绝妙的清凉圣地 这里所有的摆设和酒杯餐具都是纯冰块制成的 就连酒水也是放在定制的酒瓶形状的冰块里 现场甚至还有企鹅 凶手该有多恨这位冰雪女王 才会忍心打破这样一个美妙派对的和谐氛围 死者是在舞台升降梯上遇害 那么案发现场大概率就是下面的化妆间了 经过检测 死者伤口足足有18厘米深 明明刺穿了大动脉 血液却没有喷涌而出 而是缓缓往外流 说明凶手并没有将凶器拔出 加上伤口附近的血液被水稀释 警方认为凶器很有可能是一把冰锥 刺入死者体内后逐渐融化 在场的一位舞女说 死者是他们这里的台柱子 当时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训 只有死者还在化妆间打扮 下面的化妆间是死者专属 除了死者和老板 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 死者的男朋友正好也在现场 警方从男友口中得知 他今天本来在偏远的郊区出差 为了看女友演出 特意从大牢员赶了过来 结果看到的却是女友的尸体 他认为杀害女友的一定是工作中有利益冲突的人 探员在升降梯上发现了一个嚼过的口香糖和一些酒瓶碎片 碎片上还有一枚指纹 现场用来装酒的瓶子都是用冰块制成的锥形容器 能接触到酒瓶的只有派对服务员 而服务员们为了防止动伤 倒酒时都会戴着手套 所以留下指纹的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探员在化妆间看到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冰锥酒水 随便拿了一个都可以当杀人凶器 窗帘上还有一个带血的区别针 收集了所有可疑线索后 警方将尸体带回实验室尸检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冰雪女王惨死在舞台上 腹部被冰锥刺穿 法医从她胃里检测出大量伏特甲 而血液中的酒精度却显示为零 说明她是先被人杀害 然后胃里才被灌入了酒精 这就证实了杀人凶器就是冰雪派对上的冰锥酒瓶 凶手用酒瓶尖端刺穿了死者的胃 随着酒瓶逐渐融化 才导致里面的伏特甲灌进了死者体内 法医比对了酒瓶碎块上留下的指纹 却没有检测出任何信息 随后又采集了窗帘上区别针的血迹 发现那竟是来自酒吧老板 警方找到她时 看到她脸上正巧有一个被甄华破的伤口 老板对此解释道 她一直爱慕着死者 多次表白蛋都被拒绝 因为死者说自己有男朋友 既然得不到 就只能经常躲在暗中偷窥 结果最后那一次被死者发现 她气愤地冲过来对自己一顿羞辱后拉上了窗帘 也就是那个时候被上面的区别甄华伤了脸 但老板表示绝不会因此而杀人 一方面她是真的欣赏死者 另一方面死者可是他们酒吧的头牌 杀死她就等于失去了一棵摇钱树 与此同时法医发现 案发现场找到的口香糖上有一个小气泡 用针头戳进去提取了里面的口气 检测出了薄荷与你古丁的混合物 这是一款用来戒烟的口腔喷剂 让警方想起了派对现场 一直往嘴里喷雾的舞女小姐 而口香糖出现在升降梯上 就说明在演出之前她也曾去过化妆间 面对审问舞女表示 她只是众多舞女中的一个小角色 所以非常羡慕备受瞩目的死者 当时她想趁死者不再偷偷做一下女王的宝贝 感受一下主角的光环 却被突然返回来的死者好一顿羞辱 说她根本不配 于是她便反驳死者 还不是因为你和老板有一腿才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 死者当时感觉受到污蔑 两人便大打出手 口香糖也是在那个时候掉落 女人表示 打一架就能解气的是哪里用的着杀人 而且经过指纹比对 她与凶器上的指纹并不相符 紧接着警方从现场掉落的大量女毛中发现了端倪 酒吧头牌女郎惨死在舞台升降梯上 警方在案发附近收集出了许多漂亮的羽毛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鸟类 应该是演出服饰道具上掉落下来的 而其中却混入了一只人造钓儿羽毛 上面还有很多水里的微生物残留 经过检测可以确定 上面湖水不属于市区内的人工湖 而是来自郊区无人管理的野生湖 说明还有一个进入过死者化妆间的人 在此之前曾去郊区湖边钓过鱼 想起死者的男友说 他是从天远的郊区特意赶回来看死者演出 说明这只羽毛很有可能就是男友带过来 只不过他当时说去郊区是为了出差 那么他极有可能说了谎 警方立即传话了男友 审讯室里 男友依旧坚称自己绝对没有去过女友化妆间 也没有在郊区钓过鱼 然而警方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机油残留 这正是舞台升降梯上的润滑油 然后又提取了男友的指纹 与胸器上的指纹完全相符 证据确凿男友终于不在嘴硬 交代了实情 原来他和女友在一起十年了 两人一直都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 过着朴素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女友说 他获得了一份月入百万的工作 从那天起 女友就开始经常深更半夜 烂醉如泥地回到家 问他做的什么工作 他也从来不肯说 于是男人就偷偷跟踪了女友 才发现原来他在夜店当热舞女郎 男人自然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工作性质 不过因为他太爱女友 最后还是妥协了 只要他答应只卖一不做出格的事 然而案发当天男人 却接到了女友同事的电话 说他能当上夜店女王 都是因为他勾搭上了老板 正在钓鱼的男人听后 立马赶了回来质问女友 正准备上台的女友听了十分生气 两人相爱多年居然没有一点信任 也没什么在一起的必要了 于是女友提出分手 男人当场丧失了理智 顺手捡起冰锥酒瓶 刺穿了女友的腹部 这下他终于可以让爱情涌住了 可事实上女友只是单纯的 为了工作赚钱从没做过出格的事 对于领导的骚扰 也都是直接拒绝毫不留情面 那个电话只是嫉妒女友的同事 故意往他身上泼脏水 男人却轻信了别人的污蔑 他口口声声的真爱 却连信任和尊重都做不到 宁可相信一通陌生电话 也不相信陪伴了自己十年的伴侣 优优独播剧场上